我要對麥克風講 對 這樣還可以收得到 其實你也可以不要 你如果不想錄給他 好好錄 哇 你自信都安裝失敗 好 加油 有嗎 還是我用PowerPoint PowerPoint可以全螢幕嗎 PowerPoint可以全螢幕嗎 我說用PDF可以全螢幕 我不知道字有沒有跑掉 應該是沒有 好 加油 好 大家好 不要不要 大家好 我是張哲瑞 然後我分享的是口腔解剖學 好 下一頁 然後我參考了很多 上一屆學姐做的PowerPoint 基本上有紅字的 都是她的原畫 我完全沒有動 好 就是先簡單簡介 她是牙醫學一的其中一科 然後也是所有科目第一科 然後總共22題 然後學姐說好拿分 要把握 好 然後 接下來這些 這些是我讀的書 就是這邊是學姐讀的 但是我沒有讀那麼多 然後我主要就是讀國考書 然後Complete Anatomy 你們現在有用到了嗎 有拿到激活碼了嗎 還沒有 OK 你們之後會拿到 應該是江明憲老師會給你們 他退了 反正你們之後應該會拿到 就是他就可以解鎖功能就對了 就是會比較好用一點 反正就是有時候 口解就是會牽扯到很多骨頭 然後有時候是藏在裡面的 所以你用這個APP的話 他就可以把它外層的撥開 然後看裡面 反正就是一個輔助的APP 然後要寫考古題 這個大家都很會 然後阿摩詳解 大家知道阿摩這個網站嗎 知道 反正我那時候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邊上面有題目 然後他會有 簡答 就是有哪個選項的答案 然後下面會有很多人寫的詳解 但是那需要 需要所謂的鑽石才能解開 那你就可以花錢去買詳解卡 因為我那時候不知道 那我想說應該一定有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靦腆的人不知道什麼 然後又不敢問 對 反正就是你 反正你可以 你就可以花錢 然後去買 然後你就可以無限看 別人寫的那些詳解 我是在最後兩個月的時候有買 就這樣 然後 輔助就是王道的圖 王道是一本書 然後裡面就是各種的圖 然後他會指出說 這個骨頭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然後裡面的圖是國考 有時候 大多時候很愛出 就是會有一模一樣的圖 他都指出說 這個骨頭叫什麼 ABCD 就是這麼直接 所以你就是有寄到就是有分 沒寄到 想也不會 就是這樣 OK 好 下一頁 第一個就是國考書 然後下面這個 這個看起來像截圖的東西 就是學姐的原話 因為我不知道講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反正就是 這本就是 我唯一讀的書 就是你就是一頁一句一字慢慢看 對不對 也不能慢慢看 就是把它讀 把它讀完就對了 那學姐說 愛考圖 每張圖寫出來構造都要會 然後看到平面圖 要想到3D的形態 然後搭配Complete Anatomy這個APP 這個大家就記得參考 反正我的重點就是 非常重要 就這樣 好 然後 下面這個也是學姐的 一模一樣的PowerPoint 反正就是他就教你怎麼用 但是你們應該也會用 你們之後也會用 我那時候也不會用 所以我也聽不懂 反正就是 他可以看裡面內部構造 然後 這個你們之後的檔案 你們再記一下 你們再記一下 好 反正 反正就是 比如說你是要看 這個上二股 然後你想要看他裡面 有 比如說 這個地方叫什麼 這個地方叫什麼 然後裡面有一些 看不到這個地方叫什麼 然後 比如說這些溝叫什麼 你有時候看不太到 所以你可以把它按單獨顯示 它就會只顯出 你就可以從它的各個面向去看 然後 有時候他會問你說 比如說 這個骨頭 在這個骨頭的什麼 什麼方位 或是它接到哪裡 所以你就可以按 多項選 就是你可以把兩個骨頭選起來 就可以看他們兩個的關係 的接合的位置 其實這不是很重要 這 這個就只是告訴你怎麼用而已 你們之後真的都會用 好不好 相信我 好 然後接下來就寫 考古題 學姐原話是說 重點 章節 題數多 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骨頭這邊有126題 肌肉有78題 血管有109題 然後 神經也是快近100題 那你看後面的其實都幾個位數題 意思就是說呢 你可以從題數來知道說哪一些章節是重要的 比如說你最後去考國考前 你的準備時間 你應該放在哪一些 你應該看哪些章節的筆記 你就可以有個對照 然後 你也可以 比如說在讀這些章節的時候更認真念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做法 我就是很標準的 很傳統的做法 就是呢 我會先看 國考書 然後看完一張呢 我就寫 那一張的 因為它是分章節的考古題 我就寫那一張的考古題 比如說我看完骨頭這個 我就寫骨頭的考古題 那我是考112-2 所以我會留 就是倒數5回做模擬考 所以我不會動它 那接下來就是 那我剩下就是97 97到109 那我也分一半 比如說我看第一遍的時候 看完一張就寫一張節 所以我看完第一次看完第一張節的時候 我就會寫 97到103的第一張節的考古題 寫完之後呢 再去看第二張節 然後看完第二張節再寫 第二張節的97到103的考古題 這是我的做法啦 因為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我看了 然後結果還不會寫 我就覺得 好像沒有看進去的感覺 對 然後寫完之後 就可以利用阿摩詳解定證 因為就是阿摩的免費版裡面呢 他正常來說只有檢答 然後下面之後有一些解釋說 為什麼要選這選項 或是為什麼這個選項是錯的 甚至有些人會直接把類似相關的全部整理在一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用這個定證阿 不然有些你們之前一定有背過國考題 你有些可能就只是背起來而已 但是這邊就是要了解他說 為什麼要選這個 然後為什麼它是錯的 然後為什麼要 然後 反正就是去定證 然後 我就是這樣一張節一張節去看 對 就這樣 好 然後呢 剛剛這講到王道的圖 王道圖就會長這樣 比如說他就標說 1是什麼 2是什麼 3是什麼 就是這樣 一模一樣的圖會出現在國考題裡面 然後學姐說 超愛考 每年必考 嗯 然後 他說直接一模一樣的圖 又被我分 然後他說 比如說有一個學長呢 DCC的喬蓋學長 他有 比如說他就是把這個截圖下來 然後會用PowerPoint做成一張一張的測驗就對了 就他會把它遮起來 然後你就按 他就會顯示 反正就是有一個測驗的PowerPoint 我有附在最後面 如果有需要可以去看 然後 我會建議一定要看 雖然我看了 兩份我覺得太多 時間有點不太夠 我就沒有看 嗯 但是我覺得要看 好 然後 這邊就是這樣 我當初就是 D718學長 學長姐怎麼受 我就完全照做 所以他的 他 他一開始就是第一週嘛 貓喇叭就是他們那時候的國考書 CEA就是Complete Anatomy 然後分張做考古題 他就是用這三格來讀 其實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 就是一張解一張解讀 然後 每個學樣都要認證定證 好 然後因為 他好像是 會先把口解全部讀過 但是我不一樣 因為我 我 我 我讀書喜歡 多讀一點科 好像自己讀的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讀書比較慢一點 反正我通常都有一科同時 進行 一科以上同時進行 所以 這個時間只是給你們參考 因為我花的時間比較多 我花了16天才完成 就是 第一次看完這樣子 好 然後 學姐是說 之後很多遍就會越來越看越熟 然後 反正就是我第二次看的時候 會像是完全沒看過一樣 然後你那時候就會很焦慮 但是我只要告訴你 這個是很正常的 就這樣子 然後 你讀過之後 就會發現 你看像我第二次就只有10天 反正就是說 速度會加快就對了 然後 最後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考前 你可以再把你錯的題目看一下 你一定要把你錯的題目看一下 因為你一定會忘記為什麼 你一定會忘記你錯什麼 然後 反正就是要再複習一下就對了 OK 然後學姐 重點就是保持記憶熱度 OK 好 然後就這樣 然後這些是 因為當初我找不到資料 所以我把它附在最後面 就是王道的PowerPoint 測驗在這邊 如果有人想看原文書 可以看 可以看這邊 然後呢 有人覺得我超太多學姐的 想直接看學姐也可以 看這邊 好 各科的考古題都在這邊 好 那你到時候拿到答案 就可以接一點這些超連結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張哲睿的分享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他的 可以現在提出來 可以問他什麼 體重多少 身高多少 都可以 好 沒有 好那我們就請下一位 一樣是口腔解剖學的部分 好我們請我們的成燕化 喔 沒關係我要畫書好了 呃 是不是這個嗎 我想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會長什麼樣 好 OK 那我就來補述一下他的 那他的方法應該是 大部分的學長姐都用他的方法 我個人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大家就参考一下 好 那我待会会介绍一下我准备的工具 然后还有各阶段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会大概说明一下三下整个读完 大概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然后三下整个读完之后大概你会懂什么 然后最后就是国考准备 那准备时间的部分我也会稍微分享一下 那大家就参考一下 OK 然后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语讲 就是刚刚章泽瑞所介绍的那个黄色书 然后我建议就是 你可以先把你觉得是重点的画一个颜色 然后你在练习那个考题的时候 然后有发现考题出现在哪个地方的时候 就再用另外一个颜色去画 你就会比较知道考题大概会出在哪里 然后再来就是你在阿摩想 就是发现一些很有用的详解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贴到讲义上 方便之后比较好复习 然后再来就是Complete Anatomy 就是如果有任何结构不清楚的话 就直接去看Complete Anatomy 然后没事就是多玩 那Complete Anatomy它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功能 像是它可以拆出各个肌肉各个骨头 或是你可以叫它去什么嘴开 嘴巴张开或闭合什么的 它都会 对 然后也可以截图下来标记 就像是左边那张图 就是我截图Complete Anatomy下来 然后我就会在上面写说 这条肌肉是什么 然后什么EA在哪里 EB在哪里 然后像右边这张图也是Complete Anatomy的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写说这是哪个骨头 然后旁边有哪个骨头 然后像是国考的时候 它就会讲说类沟是在哪里 然后它旁边有哪个骨头 然后你就可以截个图 然后加深一下自己的记忆 然后下一个工具是往到PPT 就是刚刚Zerig他刚刚有说 乔该学长有准备一个PPT 就会像是这下面的图 然后你就是按头影片放映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你就按一下滑鼠 它的那个E的方框就会消失掉 然后它就会跟你讲那个结构是什么 反正就是每一次都是 就是头影片播放 然后开始一个一个慢慢背 然后你第二次在刷的时候 你发现哪个地方比较不熟悉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那个方框改颜色 像是我下面那个7的部分 我就改颜色改成红色 我在下次复习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那个结构不太会 它总共只有三个PPT 其实刷完也蛮快的 不会像刚刚学长说他没刷完 不要没刷完要刷完好不好 然后下一个是阿摩想解 像下面两个图都是阿摩想解 我会觉得它整理得非常好 然后也是讲义里面没有的 就可以把这些图都放在讲义上面 然后可以用虾皮买阿摩想解卡 不用在阿摩上面买它的卡 会比较便宜 在虾皮上买比较便宜 而且还可以客制化填素 就是我要几天我就买几天 很好用 然后你也可以很多个人一起买一个想解卡 就是买一个账号 因为它一个账号它可以登超级多个装置 所以你可能可以五个人买一个之类的 这样就很省钱 然后再来就是我个人有去念医学系的赵俊燕影片 就是 就是我有把它的头颈部的部分有看过 然后它下面这个图就是 益祥学长的笔记的样子 我觉得还蛮好记得 大家如果有这个资源的话可以去用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经过山上之后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知识 如果你发现这个阶段还没有的话 你就慢慢补上就好了 其实也不急 反正你国考前都会 那第一个就是动脉 我在山上读完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先知道 呃这边打错了 就是外颈动脉的所有的分支 就像是外颈动脉 它会分为假装线上动脉啊 蛇动脉啊 颜面动脉啊之类的 然后它最下面分完这个上额动脉之后 它上额动脉又会分支为这些分支 反正就是有点多东西 但是在山上念完之后 应该要记在脑海里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静脉 静脉就是我们要知道 哪一条静脉会入哪条静脉 就像是下死状动 它会先会到直痘 然后再会到痘会 然后再一路顺流下去 然后颜面的部分会比较 精细也比较困难 对要好好记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神经 神经的部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 三叉神经的所有细分支 然后三叉神经会分为三支嘛 像是眼支上焊支下焊支 然后之后又会再分更多更细的分支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各个拖曳线的神经分配 像是耳下线的话 它就是CN9它去借用CN5的耳内神经去支配的 对这个部分有点难 但是要高等 然后下一个要知道的就是头骨的每一个孔洞 像是圆孔是哪一个神经通过的 阮圆孔是哪个神经通过的 然后还有一个还有就是肌肉的部分 肌肉我们要知道哪一个肌肉是哪一个神经支配 像是金兔像是蛇肌它有四个 但是二蛇肌是第十对脑跟筋 然后其他都是由十二对来支配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阶段要搞懂的 然后还有每一条肌肉的起支点 是哪里到哪里 好 那最后就是三下的部分 就是你们现在在解剖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知道每一条动脉的位置 像是耳后动脉它会是在二腹肌的上面还是下面 就是我们在解剖的时候 就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 那肌肉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判断每一个肌肉是哪一个在深层 哪一个在浅层 然后肌肉的走向是横的还五十的 然后我也要观察大体哪边有筋膜 哪边有筋膜 但是拓一线外面好像就有一层筋膜的 对 然后还有各个咽喉软骨的位置 上次我觉得咽喉软骨的位置都一直很难高分 就是那时候切大体的身材比较知道在哪里 那准备国考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前面的知识都有的话 你应该会觉得不会到太困难 就是把中国的心的我好说细心的看 就是它真的是蛮细的 就是它每一句话里面的 每一个小单词都有可能会考 所以就是要细细的看 然后阿摩就是你看完每个题目之后 下面的详解也要认识的看 因为它下面详解也写蛮多东西的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的广大题目就是刷一刷 然后有时间的话就尽量去玩complete and make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个人建议的准备时间 建议而已 就如果你上面东西都有在学期间弄熟的话 就是你三上跟三下都有完备那些知识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从考题开始 就不用先念讲义 就可以直接写10下101 然后呢写完之后你要把每一个选项的详解群都备好 然后呢大概抓一下出力的方向 然后再来就你就可以回去看一下中国一二 国考讲义 你就会不会有那种很崭新的感觉 你会有一种抓到每一张的重点的感觉 然后看完之后呢就开始写分章考古 然后分章考古一边写一边检讨 然后在这个时候也可以一边看读王道PPT 然后在考前两周的时候 可以把分章考古107到11写完 然后最后呢再复习措题啊 或是再刷国考讲义的课题 然后这边是我个人的国考时间表 就是大家可以参考 就参考就好 因为我觉得我的 我准备方式比较劣情一点 那我是从期末考之后 整个考完之后我才开始 就差不多60天 然后我一刚开始 我就很直接的从最新的考古题开始写 我没有留任何一回当作模拟考 对 然后我就是先刷了两个礼拜的考古 对 然后全部刷完之后呢 然后就一言听 一言听完就没办法练习 超累的 然后就送酒 我也没办法练习 然后还有确诊 然后我就开始念中国语的讲义 然后我就是口配三天 口解四天 牙齋四天 口围两天 牙药三天 牙心两天 然后那时候好像口配LMARCH刚出来 我想说看一下 看一下华脸好了 然后就看了两天 然后之后口配LMARCH就出来了 我就每天就是大概一半时间在看口配LMARCH 然后一半时间在把所有的分账考古写完 因为我那时候在像我那些口解四天之类的 我是没有写任何口语的 我就是纯念讲义 还蛮硬的 然后我是在那个口语LMARCH那边拆卸考古 对 然后那时候写考古有点异 所以我就加日来念个生话 对 生话念两遍 然后念完之后 我又再把分上考古的写完 对 然后最后把所有考古写完 就是大概在考前一周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把这 就是近几年的国考级的所有题目都在好好的看一下 然后再搭配每一天都配一颗这样 大概一颗 对 然后就国考 大概是我个人的时间表 参考就好 我觉得可以 然后我对我刚刚的时间表 我有自己检讨 检讨一下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比较熟悉的词 是确实可以直接从题目开始 像是我觉得口语 就是有乱过蛮多次就可以了 那像是我那时候牙才 几乎没有清楚 我觉得这样写得太硬 所以没有基础的科目 还是可以 就是建议一单元讲一单元考语系 不要不会那么焦虑 然后第二个就是 还是要预留一两回当作文章 因为我刚刚是说 我完全没有当 完全没有留任何一回当作文章 所以我那时候考语蛮蛮焦虑的 还有人问我说 我会考几个 要打读几分什么的 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会考几分 对 然后 如果你考前不知道要读什么 或是你真的不想念讲语的话 你就是拼命的去阿摩那边 一直刷考语 然后看他的详解 背他的详解 其实这也是很有用的 一种方式 对 然后 很重要的是 你要确保每个选项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对 为什么错 然后 最后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国考要念的书就有了 那是 会不会过的大多数区而已 有了念完跟 念得少不少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 其实蛮能实行的 对 然后 然后 最后 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 怎么叫做确保这一题有问题 像是 这一题 给大家五秒钟看 好 那这一题 就是 我们看到这一题的时候 可能会直接直觉写B 然后写完B之后 就直接调下一题 但其实我们看完这一题之后 我们要想蛮多事情 像是 我们要想 一下二凤是有哪两条肌肉鱼层 因为他不是只有一条肌肉鱼层 它是有两条肌肉鱼层 然后再来 我们看到这些 这么多肌肉 我们也要想说 这些肌肉的 各个肌肉的起质点 是从哪里接到哪里 再来 就是可以想一下 就是 国考有出现过 什么相关的题目 像是 国考有时候会考说 哪些是咀嚼筋 就有四条肌肉 还有 就是 各个咀嚼筋有什么功能 然后 它是 让你的下二向上 还是向下 还是向前向后 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在看到 这个屏幕的时候可以想 那 我的报告就到 这边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这个 陈彦华学姐 那有没有人有问题想要请问她的 关于刚刚的部分 有吗 有吗 大家好我是黄一辰 我要讲的是牙型 牙型 牙型她就是 她是牙衣学一 然后 第二科有22题 然后她 应该是 我觉得所有科目里面 最简单的 就是你们 然后她的变化最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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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对 她的变化 她的 她提型的变化应该是所有科目里面最少 然后 这个是每年的题数分配 就是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变异的话 就是 17题最少 然后其他就是 很平均的分配 所以就是 每一个都要念好念满 不要偏心 然后用书就是 很简单 这两个就够了 一个是 中国牙牙型 然后我们那时候最新的版本是 42 然后 就是如果你们有更新的 就是用最新的 因为她会 增加一些重点 然后 分账节够好 这样就够 然后软体可以下载这个 Bone Box Dental Light 它是免费的 然后 它里面会就是 很像 牙齿版的Complete Anatomy 然后 就是可以看 欸 它是用来加深你 对每个牙齿的 视觉印象 然后 操作很简单 然后里面会有些小测验可以玩 然后 阿摩的话 它的作用就是说 你就是 它上面会有 就是 就是 用最后用来测验 然后还有就是 欸 它不是 就是很多人会分享解题的方法 跟一些很棒的图片 然后你就是 你在定正国考题的时候 就是 把那些图片 记得要存下来 然后 跟你的凑体贴在一起 然后 到时候一起复习 然后做法就是 因为它是最单纯的科目 所以就是 你就是 就是用最传统的做法 准备就好 就是一个 牙位或单元 然后 四到五年的国考题 就是 大概八到十分左右 然后 你就是从最简单的开始 就是 你若不想写 九十七年 那些太早的 你就从 大概一百 然后从 因为最早 是最简单 所以你就是 一百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 这样 然后写完要马上定正 不要 放折 因为你会错一次 你就一定会再错第二次 然后第二遍的话就是 然后你第一遍 第一遍 在写题目的时候 你就要在 就是要把你在阿摩上面看到的 真理 或者是 你自己的笔记 就要 一定要先放上去 这样你第二遍 在复习错题 跟 结合你 原本的国考书的时候 就是 观念可以融合得更完整 然后 再加大概 也是四五年 然后 留最新的 像 如果是我们那时候的话 最新的就是 一一跟一二 然后 你们的话可能也差不多 就留 最新的两到三年 然后 最后一起做模拟考 然后 一定要复习错题跟 你的重点 然后 这个是学长节的方法 就是 也可以参考 就是 印一张 像这样的牙尾图 印很 很大一张 越大越好 然后 你就可以 在上面写 像 这个 Opercentral incision 你就可以写 它是 上二牙齿中 牙冠最长 像这样 然后 第一大就尺 毕业楼最大 然后 贴在宿舍 可以每天看 然后 这是 近两年的提数整理 我有稍微 整理一下 然后 就是 比较特殊 最难的就是 时间体 因为会有 如果你们还 对牙型有印象的话 就是 会有各种 硬组织 然后 然后 什么牙根发育 然后牙罐发育 然后 乳牙还会多一个 掉落的时间 然后 因为就是 会有 不同的版本 所以要斟酌一下 怎么背 这样 然后 最爱考的前三 就是 永远都是 前牙 小旧尺 大旧尺 然后 比较特殊的像 诶 看一下 这种综合体 就是 它可能不是说 就是 在前牙当中 然后 它去问你 它有可能是 就是 今天提出一个 特点 像是 斜脊 或者是 发育钩 然后 就是 它选项就是 包括所有牙齿 那你就是要 每个选项都很清楚 然后 我们那一年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 它有点像 口碑 就是 组织的 组织学的图 然后 就是 问你发育的一些问题 这样 但这个应该不会一直出现 然后 秘密系统很简单 要喝 大概就这样 因为你们已经 现在在上欧帝 所以 亚新对你来的时候 应该是 比较 亲切 也就是不会像 大二的时候 那么 那么抽象 好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 好 我们谢谢黄奕辰 那 大家有没有 什么问题想要问 好 那就 換下一个 那 因为牙型就是 它的东西其实比较 嗯 就 比较 比较 少啦 所以大概就是那样子 然后准备的话 大家就加油 下一个要讲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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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碑啊 好 那我们欢迎这个 黄伟辰 好 好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 全部勾输过了嘛 那现在就是 换我就是 选一颗 比较 还 还不错 算还不错的章节 但是我的 我先跟大家讲 我的读书方法 基本上 这边所有人都用不太到 那我只是 跟大家讲说 不要这样子读书 好 我是怎么读口碑的呢 好 我 整个准备就是只用这一本 我也没有看国考书 也没有用什么 我只是用这一本 而且还是英文的 然后是用第九版 今年十月会出第十版 所以千万不要买这本书 第十版的时候再买就可以 然后这一本呢 里面会有分十五个章节 好 就这十五章 然后 里面会有很多 包含说 像是组织切片的图 还有像是 电子显微镜的图 可是电子显微镜的呢 基本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这个就是 看到这个就可以直接跳过 如果你想要看这本书 或者是把它当工具书 看到这个就直接跳过 好 那我大概读到哪里呢 我大概读到这边 从一月开始读 读到六月 只读了十二个章节 然后只读了一次 对 所以真的真的不要这样读 这这样读真的没有用 你只读到这里 然后六月快要考试了 所以这真的没有用 好 再来我先帮大家标出一些 就是 如果你真的还是很想读 这一本书的话呢 有五个章节可以不用读 因为这五个章节呢 基本上从一百年到现在 出的题目不超过五题 所以这五个章节都不用读 甚至是这个 就是repair和regeneration 这个完全没出过 bong也完全没出过 所以这些可以完全不用读 然后repair和regeneration 基本上你在 亚洲病学的时候 就会学到很多了 如果你想读的话 那个时候就会有机会让你学 再来一样会有 比较重要的科目 那分别就是 也是一样找出五个章节 给大家 那其实这五个章节 不外乎就是 我这张图片显示出来的 包含说tooth 整颗tooth嘛 还有是protein tissue 就是在旁边的这些东西 那enemo和dentine pop 这些都在tooth里面嘛 对不对 the reodontium 就是supporting tissue 最后是 最外面的oral mucosa 其实就是这一颗 这一颗牙齿 然后还有它旁边的组织 这样子 就是这些东西要读 那如果你真的想读 可以看一下这五张 因为这五张也是出题数最多的 好 就是包含这个tooth 然后它里面的结构 还有我们的supporting tissue 这样子 然后我刚好就是读到 这个星星的最后面 所以 至少我重点科目都有 我重点的章节都有看完 好 那再来就是在讲说 我对原文书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好 第一个就是画重点 那画重点大家都会画 就看过去 觉得重要就把它画起来 很简单 那写笔记就是 通常我看到如果重要的字 我不只会画起来 我还会再把那一句 就是用我的方法再写一次 直接写在那本书上面 这样子 那就是帮助你加深印象 然后你下次再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上面有很多你写的笔记 所以你就不用看那些画的重点 你只要看你写的笔记就好 但是我也没有时间看第二次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多做 对 好 那无聊的时候也可以就拿出来看一下 但是就是跟你之后 如果像亚洲病学的时候 要一直读原文书 你就会读到很想睡觉 所以这个也是想看的时候就看 通常可以看到一两页就不错 再来就是呢 会有一些重点章节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有星星的或者是有打叉的 但是呢我还是 两个都会看啦 就是我最后还是把全部都看了 那就是 可以自己取舍 如果你真的想看重点章节 那就是看重点的部分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五张 包含兔子和supporting tissue 接下来就是 这些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 大家在做的时候 没有必要这样做 就是我已经有帮大家整理出来 如果之后有想要的话 可以跟我要这个资料 那就是写国考题的时候 我会把每一题 在检讨的时候 我就是把那一题 对照到原文书里面 然后我会在原文书上面 把它标记起来 同时我也会在国考题上面 我就写说 这个在原文书第几页的出处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对 就是刚才讲的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 然后呢 因为我读书真的是算比较慢的 我可能一天最后只能读20页 所以这个方法 其实对我来说效益不高 那我也不推荐大家用 除非大家真的是可能母语人士 或者是 你真的很喜欢看这种原文书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你可以看 但是 我是从一月开始的啊 所以如果真的要开始看的话 那就是现在赶快要准备看 然后你可能期中期末考 就会炸裂 好 再来就是教大家怎么写重点 还有怎么定证 那我大概就是这样子写 反正就是 有一些重复的东西 我还是都会把它写出来 就是像这边 像他有写说就是几周几周 我就是还是把它重复的写下来 那这样子我之后看到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说 这些东西就是我这一页的重点 那其他文字的地方我就不用看了 虽然我还是画的重点 但是我就不会看这些 我就只会看这个我写的文字 这样子 再来就是定证的部分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 不管是有没有错的题目 只要你那一题 可能有一两个选项不太确定的 那你就是把它对照到原文书的第几页 然后呢去把后面一些叙述 就是它为什么错 然后你把它写下来这样子 对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我也都有留下来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也可以 就是你们之后如果要找相解 也不一定要用阿摩也可以直接看这个 好 那再来就是 我最后到底错几题 那就是说我说很没有效益 然后我最后是错 22题我错了两题 那这个刚好是算不高也不低 那我觉得就是 至少我的努力有达到成果这样 好 那接下来就会把那两题拿出来讲 那我先跟大家讲 我那个时候呢其实 因为你们在上口解阿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课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我们就是被国考题 然后其中其末就考那些题目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大家也都稍微看过 可是我觉得说你看过题目 你还是会忘 所以其实你现在先看到题目没差 那我那个时候是只留了半年 就是一份 一份在最后才写 所以我就留那一次 然后我最后考出来的分数 跟我那一份只差了一题 所以其实最后写的那一份 是算蛮准的这样子 好 那这一题就是我错的题目 这个超难啊 它是问第四型的胶原蛋白和乘数 哪一些构造有 那这个东西呢 我就帮大家找出来 在原文书的这个 第十二章622页 这边有写到说 这个type 4 collagen和laminine 在这个laminna denser 所以这一题就是选这个 这个选项 那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看图 图片上面也有嘛 图片上面有写 collagen4还有什么 laminine都在这里 所以在这一层 这一层里面它就有画到这些图 这一层一样也是这个 好 那这个是在第十二章 就是刚才有讲到打猩猩的章节 下一题 下一题这个我觉得 这其实出了蛮多次 但是每一次它引用的原文的出处好像都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争议啊 但是这一题就没有人生负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讲一下 那这题它其实不外乎就是在考说我们整个 牙齿发育的这个胚胎构造 然后呢这些东西哪一个不会形成牙骨质 这样子 那一样帮大家找出来 就是在第九章的这些这些页数 然后这边就有讲到说呢 这个dental follicle 有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epicillus cell from 这个hervis epicylal ruchis 这个也有嘛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enamal organ 然后这边都讲到 所以就是剩下哪一个 剩下这一个 这一个没有出现过 好 所以就要选这一个 那这个就是比较复合体啊 就是它的出处是一个 一个篇章 而不是一句话 所以这种就有时候你需要多读一点 那通常呢 如果你们只读国考书的话 遇到这个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放弃 一定会有一些比较难的题目 那这个就直接放弃 没关系 好 那这个就是periodontion 那就是我们的亚洲组织 最后亚洲病学 大家就会学得很开心的东西 好 再讲一个就是 我自己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在考前五天的时候呢 好 我就在准备就是 把最后的题目都写一写的时候 然后我的室友就突然走过来 他就说 你的阿摩界面怎么长这个样子 对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呢 原来这个界面 就是你还没有买账号的界面 你买的账号就会变这样子 就是你会有钻石 还会有这个黄金 然后 会有这些题目可以按 对 所以我是在考前五天的时候才开通 而且是 就是 免费室友送我一个账号开通 所以我就只有五天的时间用了详解 但是我还是过了 所以 想不想买的话 就是看自己 对 好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 因为其实 其实它有一些小技巧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详解 它并不会用钻石或黄金挡着 它就是 你滑下去还是可以稍微看到一两句话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 懒惰 然后就没有买 好 那最后就是讲一下 我自己除了口碑之外 我还有 什么东西 就是之前做的 那其实就是包含这些 那 第一个是我在 这个是国考前真的自己准备的 那这个是 牙型 牙型大概有二十页 你看像国考书 它准备了六十几页 我的整理就只有二十页 你看第一还是这种 这个智障东西 这个什么 牙齿的分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如果想要看的话 我可以保证就是你读完之后 基本上 应该可以错到五题以内 就是你如果把它读熟的话 因为我把很多东西就是 两三本书都把它整理在一起 然后我以后去翻原文书 再来就是 我觉得口腔解剖学 你们做的心得 有没有做的很详细 那就是 这个时候就可以派商用商 如果你做很详细的话 你这个时候就是可以 边配着国考书边来看 如果没有的话 就没关系 还是有国考书可以看 但是就是 我自己也有一份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找我拿这样 再来是口并 口并的话 国考书200页 那我整理了25页 那每一个就是 可能一个病 就是一两句话 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如果跟我一样 想要放掉口并的话 就可以看这一份 这一份就只有25页 他有考到就有考到 没有就算了 就送他 所以25页其实读很快 就是看你记不记得起来 然后这一份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我有在前面标 你看他前面有这个 画这个政治记号 那这个政治记号 就是从100年到现在 这个病出过几次考题 那我就把它标出来 那像有一些病 可能出了十几次的 那个你就可以 选择看 像前面这些 你看前面这些 全部都没有标 那这些全部都可以跳过 那这些有标的再看就好 所以这一份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找我 那再来就是维生物和药理 但是这个是我们学校教的 所以跟国考考的可能不太一样 好 再来就是这两本 那这两本的话 基本上三小家的人可能都会有 那生化的话我自己也是放掉 那我整理了240页 然后只考了十几题 所以我觉得说不用读 然后免疫学的话 基本上也是只考2题 2题到3题 所以我觉得说50页也有点太多 所以这个就是参考就好 好 然后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就是 扫了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里面有什么 然后这是 这是我出过的书 就是有这三本 好 对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 大家扫完了吗 这个很重要 这个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那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 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再请下一位 然后 因为口碑的话就是 我觉得也是算重点 所以我们就请两位同学 那下一个是请我们的妮委称 然后 然后 你又不想要 PPT的话就行 哦 好 谢谢 谢谢 呃 大家好 我要分享的是 那个 口碑的准备 然后 因为宏伟辰他 就 他姿子比较好 然后 像我姿子比较平庸的话 就如果你觉得姿子平庸 可以参考我就好了 然后 然后 然后因为他一月就开始读了 所以现在要这样跟他一样 应该来不及了 所以 就可以 就是稍微 简单参考一下 就好了 好 那我先讲一下我成绩好了 一共22题 然后我错6题 所以其实真的没有很厉害 那如果只是想求过的话 可以 就加减看一下这样 啊 那个参考用书的话 呃 我是用那个 我使用的频率跟 对我来说重要性做安排的啦 所以最上面是我觉得最重要 最好用的 然后 所以是Lmarch的 那个 口碑组织 就是 1.1版本 那我发现有没有新的版本 然后 再来是中国牙的 口碑 就是比较薄那个 然后第三个是 愿问书 然后再来是 阿摩 然后最后是 我忘记口碑是 大二还是大三上的 但我好像没去过 所以 就可以 不用去看 没关系 然后 参考用书的话 Lmarch就是 它其实里面的章节 就是按照 原文书的章节去翻译的 它翻译的话 我觉得是蛮 严谨 意义感蛮简单 它也会附上一些 比较重要的图片 如果你就觉得 读原文书 太浪费时间的话 其实我觉得 Lmarch蛮方便的 那原文书的话 就是有时候你在读Lmarch 会发现它好像有些话 讲的不是很通顺 就中文翻译不通顺 然后你就有点看不懂 它在讲什么 那你就可以回去 看一下原文书 确认一下 它那句话 或它那一整个段落 到底想讲什么 然后 再来是中国亚的共笔 它是浓缩的版本 我会建议读完 Lmarch 或是原文书 再来去读 共笔 会比较好理解 那最后是阿摩 阿摩是一定要买 就我自己是推荐一定要买 我那时候是买组合包 VIP详解卡36天的 然后780 这样 你每次 我自己会读的话是 睡前就写阿摩嘛 写一写 然后写错题目呢 我就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自己做个笔记 然后做成一个相簿 然后你睡前无聊 就可以来 把相簿打开来看一看 这样子 对 那时间轴可以参考 因为其实有点 印象有点模糊 但大概是这样 倒数90天 就先读Lmarch第一遍 然后60天 就Lmarch第二遍 然后配上中国亚的共笔 第一遍 倒数36天的话 就是中国亚第二遍 然后你要认真读 然后配上阿摩 倒数20天 我就是刷阿摩 然后跟我刚才说的那个 错了题目的相簿 就读一读 那我觉得 口配就很像是在读生物的感觉 那你就是一直背 就背多分 它没有什么 呃就是会很很 就是就像读生物了这样 就把它当读生物再读就好 那考试重点的话 我觉得里面有些东西可以稍微背一下 像里面会讲到很多阶段啊 数字 组织学跟 它甚至有些内容会跟口解冲叠 但他们的答案会不一样 那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基因的部分 那我现在一个一个来讲 稍微讲一下 阶段的话就是时间跟顺序要背熟 像是这个图 我印象中蛮常考的 就是你要知道说是谁 谁会去就是诱导谁分化这个 像这种就是每一个人 他在做什么事 他叫什么名字 你都要背熟的意思 然后 对 然后鸭齿的形成 那个三个阶段里面 这阶段它的组织学是怎样 那也要背熟 数字的话也很常出现 但你大概写九题目 就是读完 你大概就知道哪些数字要背 像是什么 这个雷斯文是28 横文是4 然后 胶原蛋白第几性 也一定要背熟 他超爱问这个的 然后 亚洲韧带平均宽度 可能是他会给你一个range 你就大概选那个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disk 他这个也超会考 然后 一些数字 就大概知道你们写一写 大概就知道哪些东西 数字要背一下 这样 那组织学也要稍微背一下 因为考试真的会给你出现 这个图片都是从国考的题目出来的 他就是真的会给你图片 然后问你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所以 朋友也是写一写 大概会知道说他有哪些会出来 那像各种denting的差异 会有超多类型的 那大概要知道一下 然后 分成结构 从外到内的顺序要背好 像这样子 就大概要知道一下 然后 第几型家园 大概也很爱考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口碑 他跟口解 会有重叠的内容 那 但是他的答案会不一样 像是 呃 应该最 最常见的就是那个 涅耳 关节的血液跟神经的供应 那口碑他可能会说是这几条血管供应 那口解会说是这几条 那你们 写到 大概写到口碑的时候 你大概要知道说 你现在要写到口碑了 如果有出现这种 答案的话 那你要记得 选对答案这样子 基因的话 我以前在刷题目觉得 其实口碑不太会考基因 几乎没看过 或是好几年才出现一次 但是现在我觉得 基因的出现率有变高 就是 你们在读一读 发现什么基因 他会控制什么 那可能要稍微背一下 像我那时候 写的 题目 就有两题 就有出现跟基因相关的东西 像这些题 63题 他就直接问你 哪个跟基因 就是哪个基因跟着美观 然后这里面 他虽然没有直接问你基因的东西 但他就是会问到说 其实那个选项我有相关 所以 基因的话 我觉得 现在开始 可能要背一下 因为他们快没有题目可以出了吧 我猜 然后 最后就是 口碑就是背多分啊 啊 题目占免重 所以不要放掉 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适合读书方式 啊 就参考就好 拿到总考 我就一定要去拜拜 那有拜不就能猜对了 真的要拜拜 真的真的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你伟辰 那有没有人对这个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就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那 已经快要把这个第一次国考讲完了 接下来就是要讲大家最期待的深化 那 深化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原文说以前多页 可是他只考的是计题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那我们就请李淳于 好 好 好像没差 好了啦 大家好我是李淳于 然后我就会分享一下深化 然后结束 就是我的报告结束前 我会再分享一次 我整个国考准备期间 大概大致上的时间分配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深化这科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 对于准备国考一个蛮重要的点 是设立目标 呃 因为我觉得 大家有办法尿牙一系 字子其实都不错 所以要考过其实没有 没有到很难 就是认真读就会过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我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是 呃 你想要考的分数 那如果你想要考 150分以上的话 就是我觉得不能放弃深化这科 如果你去裸考的话 因为离我们二上教深化到现在 其实过了蛮长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 大部分人应该都忘记了 除非你有 家教深化这科 对 好所以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考150分以上的话 就是 这科绝对不能放掉 那如果你要考135到150 就是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设立这个目标啦 那我觉得你要不要读深化 就取决于你自己的时间 跟你有没有想要念这科 然后剩下的话 我觉得不会有人设这个目标 这大概都是你生下一个月的时候 发现 干我真的来不及了 然后才会是这个目标 大概错的题数会借在哪里 那 你设立150分以上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拿到就是错四五题 然后像我个人就是错四题 这样子 然后 我认为就是你还没有放弃这科之前 你努力读一下都是还有救 所以 就是不要 如果你想要真的想要考高分的话 就是不要放弃这科 然后 可以选读重点章节 那之后会讲 那我自己的读法是 考前一个月穿插读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深化这科东西蛮扎的 然后 你要在短时间念起来又 不太有办法 然后加上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三口加上鸭材 就是重点科目还是在 所以你不能完全把时间全部投注在深化 所以我比较像是 三口那些重点科目读累了 之后穿插一点深化 就像是小确幸的感觉 好 不想 好然后 中间的话就是 错了大概七到八题 就大概是可以拿到一半的分数 那一到一半的分数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选读重点章节 你就可以比 完全没读再多个两三题 对 好 然后这个等一下会讲 大家怎么读 然后就是完全没读的话 凭你的印象跟你的资质的话 大概 大概可以 大概就会错个十题 就几乎快等于全错 除非你 自己在二上的时候 真的很厉害 然后再加上 对 反正就是你很聪明的话 你有可能 或是你参运比较好的话 有可能对比较多 但是平均起来 几乎就是会 就是错光 这样子 第一次有说的嘛 就如果你放弃这颗 就不要再回头 因为其实生花 有很多地方要 稍微花点心力去背 那如果你只背了一点点 就你花了一点点时间 结果你又没有背起来 那等于说 全部都没有 然后还 你还浪费那些时间 对 好 然后再来讲一下 我有用过的书 那我自己是 这本我是 就是一半推一半不推 推的理由是 它只有二十页 然后你把它全部背熟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很多很基础的概念 然后这些都是重点重的重点 就是 如果你要读生花 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是 它很多叙述就是一句话 那像我自己是 比较注重说 我要知道整个因果 然后 所以很多如果他只是写一个结论跟我讲的话 我反而不知道怎么去背它 对 就有点像是空背单字的那种感觉 对 那我自己是 所以我自己是 觉得 你可以只 就是如果你没有要考到极高分的话 你可以只 经手这本 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基础概念 然后你就有 机会比 完全没读的人多个两三题 对 那我自己是 没办法这样子念书 所以我一定要 加上中国鸭这本 对 那中国鸭就写 等一下会介绍 然后 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是太简化 可是现在的题目就是越出越难 因为可能基本的概念都被出光了之后 它就不会再出那些很基础的概念 所以它题目就会变得比较多样化 所以等于说 你知道最基础概念 可是题目一变的话 你还是不会写 所以呢 成效是见仁见智 对 好 但是加上这本的之后 我就觉得好很多 那这本是中国鸭的国考复习书 然后 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读 然后没时间的话就当工具书 可能你写题目不会的话 去查你那个章节 对 然后 它的缺点是内容丰富 但是有一大堆文字 就是它 就是正常来说 像是我们二上学生画的时候 应该是可能有一页PVT 它整页都是图片 然后老师就会稍微讲一下那些PVT 可是我觉得这本书几乎没有图 然后它就是一大堆文字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其实很糟 就是完全看不懂 然后它就是 它连那种什么TCA cycle 那种也几乎没有图 它就是每一个步骤都写一个化学式这样 那我就觉得看得很烦 所以 这时候呢 就可以再加下一本书 那我等下会讲 但是这本真的是蛮丰富的 所以我 大部分时间是 这本高一的 高一的这本 加上 这本 就是对照着用 然后就会知道很多观念 然后这本有本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 它会写 它会在 有考过的地方写 这个111考 就是几年 然后考过 所以 如果你只想看重点的话 你也可以去翻说 这本哪里有写考过的地方 然后就看那里就好 对 好 然后这本是 嗯 有 有别人推 但是我自己没有看 因为我觉得内容太多了 但是它里面就是很丰富 然后这是素成版 然后这是完整版 然后它里面就是很多图 所以 我觉得如果你有想 比较想看图 去了解这个生化这一科的话 也是可以 就是搭配着用 那我 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本 反正就是看这本 然后再加上高一的这本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 写题目 然后写题目的话 阿摩底下也会附很多范例 或是直接上网去google 就是很多 很多 很多观念都蛮好找的 就我觉得生化是一个 算是大学一个基础科目 所以如果你要去找相关的概念的话 网路上的资源都蛮多的 然后也可以去看youtube的影片教学 对 这是我读生化的方法 然后再来讲一下生化的重点章节 然后这后面是我自己统整的 然后因为年代有点久远 如果我统整错误的话 就 就这样吧 然后前面是那个中国牙统整的 然后可以看到近年来的趋势 就是这个核酸 chapter 3的部分 他要考很多 其实这个部分也完全不是生化 这个部分比较像是分身 对 然后这个部分 我觉得你 读熟了之后去考的答对率就会很高 基本上你就是 可以至少拿个 四五题以上 对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你只 如果你时间不够 然后你只读这个单元的话 CP值蛮高的 对 针对于时间不够 然后你又想准备生化的人 你就直接专攻分身 这样就好了 然后其他都不要念 因为其他真的太多 然后再来是 第二个是 近几年很常考的这个 糖类脂质 代谢作用 其实 它前面 前面几年没有考很多 可是 我看这一两年的题目 它就是变了很多 就是一大堆什么 糖啊 肝糖啊 糖解作用啊 糖质新生 然后脂质 什么 怎么变成脂肪酸的那些过程 然后还有一些 脂质代谢 糖类代谢 它就是每年都考一题 那 我觉得这是你有时间再去念 像是 我自己 我自己是几乎都全看了 但是还是着重于 chapter 3 跟chapter 5 这样 对 然后 我觉得你有 如果你是真的想念生的话 就是先从 3、5 3、5、4 然后1、2、6 这样 3是一定要念嘛 就是CP整高 然后5的话是 近年来考题越来越多 可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它这个范围真的太大 你想 你光一个糖 糖解作用跟糖质新生 你有办法全部备完吗 可是它 可能就是考说什么 糖解作用某一部的某一个校数 或是某一部的什么产物什么 然后你没背到 你就很虽小 所以 就是 就是说 如果你有想要准备这颗 你再看 这样子 对 然后 呃 再来是 如果 再来是我自己很 个人很不推的一个章节 叫做氨基酸 就是它考的 数量就是有点尴尬 有点多 但又没有很多 可是你 可是你去看的 基本上你根本就记不起来 然后你考试出了 那时候它还是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 我自己觉得 这个 这个第一个章节 就是可以放弃了 然后 酵素的话 酵素的话 就是一般般 可是有时候酵素的话 你凭你的印象拆 其实拆得出来 所以就还好 然后再来氧化作用 呼吸链跟 这个呼吸链 就是那个什么 电子传递链啊 然后 然后立腺体那部分 我觉得它其实考的蛮难的 所以 然后提数都没有很多 所以也可以放弃这样子 所以我帮大家 框让两个重点章节 就是第三章节 跟第五章节 好 这样 然后再来是一个 嗯 对 就是我们的分章国考题 然后一定要刷题 基本上每课都是啊 每一刷都等于 你这课没有一刷过 就对我来说都是 必须你先念完国考书一遍 然后去刷题 然后刷题不会也再去补足你 再去再回翻国考书 去补足你知识不足的那个部分 对 好 然后我的报告就差不多到这样 然后我可以大概分享 呃 分享一下我 就是整个 整个的流程 然后我 我其实有写一份 比较详细的国考新的分享 然后我传给吴胜程 然后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去跟他拿这样子 然后我先 我先大概讲一下 呃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设定目标的部分 就如果你只是求过 就刚刚好过的话 其实你一个月很认真读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压线 120到130那左右那个范围过 就一个月就可以 那如果你要考稍微再高一点的话 就是考135到150 这个区间的话 看个人的资值 大概平均两个月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要考150以上的话 呃 就是至少要一百五十以上的话 我觉得啦 除非你真的够聪明 嗯 够聪明可能也不够 记忆力够好 在记忆力够好 再加够聪明 然后像我就都没有 所以就比较早开始念这样子 好 然后 呃 我大概总共花了七八百个小时 所以 嗯 对所以 所以如果你不想花这么多小时 你可以不用参考我的方法 没关系 就是只要求过真的一个月 就一个月一定通过的了 那如果你想要求高分 然后再加上 你自己觉得 你字子没有很好 然后你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作品 这样 呃 我的话我个人 从2023年的四月 然后我几乎舍弃整个清明年假 然后四天都在念口黑 快累死 就是口黑念完 就整个清明年假把口黑一刷 口黑的国考书加上题目一刷完 然后 然后再来的四月中两 呃 四月中的两到三个礼拜 就是这个四月中到四月底 我是念口病加上 口病加上口解 一刷完 没有口病是搭配着 当时候的学习进度 就可能 国州叫要拿 你们现在不是国州 反正就是 国州叫要拿 然后我就念要拿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口解一刷完 跟把题目写完 对 然后这是我四月 所以我四月就结束了我的 口解跟口黑一刷完 然后五月呢 五月呢 到时到 我们那时候是五月十九这里 这里考完期末考 然后我也是差不多五月十二一 把我的牙材刷完 然后那时候也是搭配着 期末考口病牙材 然后我就把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就 就把我的牙材看完了 所以我期末考前结束了三课的一刷 然后这段期间 我念书时间大概是撇除上课 上课我就是一定会到 然后晚上的话 大概念四到五小时的书 这样子 然后就是看我当天想要念期末考范围 还是想念口病 还是想念国考范围 口味牙药牙型 就算小科嘛 还有生化 我都是穿插着念 穿插在我大科目的一刷完之后 然后之后我就是每个科目开始一刷二刷三刷 然后就重复我刚刚的数据 就口配第一个口解第二个 然后牙材第三个 然后这样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然后这样子刷到国考前我大概每个科目都四五刷左右 然后我从结束期末考开始到国考前 每天念书时间大概是十到十个小时一天 对 然后给大家参考 对 好就是如果你有想参考我的做法再参考啦 不然就不用 然后我觉得读书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你一定要把东西都搞懂 然后像是我几乎每一科都会 就我念到一个熟悉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熟悉程度 我熟悉程度 我熟悉程度就是打开那一页 我会知道那一页大概在讲什么 就如果你读到这么熟的话 你就是 就在对 然后那时候我是会一直分享给我周边人听 就是那时候在国考教师的时候 周边人就一些我们的好战友 然后我就会 就会无聊的时候就会讲给他们听说 这个单元牙材在干什么 然后有时候没有人讲的时候 我也会讲给自己听 就是每个科目都是开始自言自语 就是说这个章节有什么重点啊 然后可能会靠什么 反正就是自己 自己当老师 然后自己讲解给自己听 我觉得这样子你就会 就會融会贯通的感觉 嗯 好 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我 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我 那我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李淳宇 那有没有人现在有问题想要问她 我 好 你要问什么 我考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 我们第一份已经结束了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份就是我们的 比较 哦 大家有想要休息吗 好 那我们就继续讲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份 第二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比较困难 跟第一份比起来就是 可能 大部分的人目标 就会放在第一份拿比较高分一点 第二份拿比较 就可以扣比较多这样子 那我们也会跟大家讲说就是 有一些重点科目 那大家要怎么准备 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就是口病 那口病的话 我们先请蔡芸汐来跟我们分享 好 然后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口病 然后口病这一颗就是 就是所有的八颗里面 提数最多一颗 叫28题 然后重点就是它也很难 所以就是一个很讨人厌的一颗 好 那因为就是 虽然它真的有 真的是满难的 但是因为它太多题了 所以 你正常人要过的话 你不得不读 除了黄伟诚这种人之外 那 首先 参考用书 主要有三本 第一本是 就是 嗯 原文书嘛 那好像有学弟妹问说 有没有需要读原文书 那我是觉得说 除了很少数真的很厉害的人之外 几乎没有人会疯到去读原文书 因为真的太多了 而且就是 你光看完就要很久 然后你又背不起来 所以完全就是CP值 约等于负的 然后 再来就是这本 中山雅 那基本上其他科目大部分都会用中国雅 但是口冰这一科比较特别就是 中山雅有一个很厉害的学长吧 然后他就是 满靠自己的力量去制作出这本书 那 这两本 就然后这本是中国雅 就是 一整系列的其中一本 那这两本呢就是 各有拥护者这样 就是看你喜欢什么风格 那我个人的话我是读中山雅 那中山雅的特色就是 他比较偏叙述式的 然后 他就会 那个学长自己觉得重要的地方 他可能就会强调啊 或者是 我觉得他有很多图片 然后拍板方面我比较喜欢 所以我是 喜欢中山雅 那中国雅的话 他就是 嗯 我真的很 没有很喜欢他的排版 因为他就是切一半 然后 这里写完 再换这里写 像报纸那样 然后这一点我就已经很不喜欢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图片比较少 然后再来就是他是调劣式的 就是 可能他会写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在生气 就是 可能他第一点就先写 好发 然后写 病因 然后写症状 就是我会觉得这样我背不起来啦 对啦 反正 但我据 据我所了解李春瑶好像读这本 所以就是可能 有一些学霸的加持吧 我不知道 但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本啦 就是大家 大家真的是稍微一看过之后 自己斟酌 但重点就是 无论你学哪一本 你就是 读到底 你不要去中途说 喔我现在读中山牙 啊中国牙好像也写很多东西 我去看一下好了 就是完全不用 就是你 就是很简单的观点 就是 口评这么多东西 就是 原文书里面的东西已经比这样的本都多很多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 就无论是中山牙还是中国牙 它里面的知识 你光背 你自己都背不完 所以 所以说 你无论读哪一本 你把它背到 一个 很熟的程度 你就其实已经考很高了 所以完全不用去 嗯 读了 其中一本 然后还要去参考另外一本 就完全不需要 但我会放这本上来是因为 因为 虽然中山牙已经蛮多图片了 但是 嗯 这里面 原文书里面的图片啊 就是有时候可以 抓一些图片来 贴上去 然后参考用 所以这本就是当一个 字典的感觉 喔 好 那再来就是 因为口评真的太多了 所以 大家要学会去 抓重点 然后 像是 嗯 这个是分张国考题 但是你们不用参考我这个 因为 就是每一年都会更新 所以题数都不太一样 然后你们再去 自己去看说 哪些章节对你来讲 是重要的 可以不用瞒多吗 好 然后 嗯 就是 界定中 重点章节这件事情 就是各位自己去界定 像我会觉得 我画这些题数 我觉得才要多 然后 我才会去 比较认真的读它 但可能有些人觉得 九题就很多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看你依自己的 你依自己的能力去判断 喔 还有这三个就是在中 中生亚是一起的 所以他们其实也蛮重要的 好 这不是重点 反正就是 大家首先要一个观念 就是 口评不可能 不太可能全部都 读完 所以你们就先去抓 你们觉得 重点的章节 然后认真去读那些章节 就好 不用整本都要混 那接下来是我定义自己的 我定义自己的一刷 但其实 这个根本就是 只算0.3刷吧 我猜 因为 我这是在三下的学期间 读的部分 然后我就是 尽量跟着 邱国舟老师的进度 但我没有真的跟着 所以 因为我太忙了 呃 我太没能力了 所以 我就 我大概只读 可能有四章吧 我大概 我大概只读了这四章 而且我只有看 国考书 然后它的重点 然后就有 有学弟妹好像问说 可不可以 想口诀 就是当然可以 你可以顺便开始想一些 很烂的口诀 口诀 但是我自己的口诀 因为太烂了 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分享 不要 真的烂死了 不要 然后 然后 如果你们 听说你们的老师 就是满 满厉害的 但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就是 国舟 然后就是 大家很容易就是 他也很厉害 他也很厉害 但是 大家常常就是听不下去 可能吧 我猜 然后 就是我那时候 还是偶尔会去听一下 然后就是看 可不可以就是加减 有一些印象 就是听课的好处就在于说 你可能就稍微有点印象这样吧 然后再 再来就是补充我刚 我刚讲的就是补充 原文书的图片 然后 哦 然后我那时候会就是 读完那四章的时候 我都来写看看考古题 但是我发现我都 不会写 然后大家就是这样 哭哭 然后 然后就是我只是想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都不会写也不用紧张 但当然有可能你们都会写 然后 哦 这个这个我是放给你们看 就是就是其中一年的 国考题 然后他就直接考说 这个图片 哦 这是什么病啊 就是这个图片是什么病 然后他就是原文书的图片一模一样 所以就是重点就是 原文书的图片蛮重要的 但是呢 我今年 我有回去看我们今年的考题 然后我们的图片题 完全就是原文书里面都没有 所以就是很悲伤 好 然后再来是二刷 二刷就是 就是 我们考完期末考 所以就是冲刺期那时候 那我会先建议说 虽然这边写60天 可是我那时候是 先一刷完其他蛮重点的科目 像是 嗯 口解啊 压彩 就是其他科目 有一定的基础 再回来读口病 然后 哦 写笔记这件事情就是 大家自己决定啊 因为我那时候我学长跟我说 什么他们班几乎大家都写笔记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写笔记有浪费时间哦 我应该不要写了 可是我后来就是发现我 就是真的背不起来 所以 我大概甚至几天的时候 我才开始写笔记 所以就是跟大家说 嗯 无论你要做什么决定 都 来得及 嗯 就是坚持去做 这样 然后我就是 我一样也只有重点的章节写笔记 然后其他的话 我就在古考处看一看 然后我写笔记的方法就是 我其实就差不多是把 那个学长写的东西 可以再抄一遍 然后用自己的画 然后加精简 或者是放一些重点 然后比较重要的就是 我会画 假如说 他有一些波片图 或者是一些其他图 我会把它画起来 然后标一下 标一下他的特征啊之类的 让自己 就是我一看到这个图 就想到那个圆图 那我想到那个圆图 我就会了 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 整理的部分 像是一些波片的特征啊 像这个 毛玻璃状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特征 就是很多病都会出现 那大家就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最后就是 就是一些重点整理 像这个也是 就是 就反正一些重点啊 就是 就是 很常出现的地方 大家就是背起来啊 就是自己整理一下 然后 哦 然后我这边写早期分散考古 是因为 就我跟其他同学 有一些同学一样 就是我第一次 我写考古的时候 我不会 一次全部写完整 整份 诶 就是十年了 我不会一直写完 我大概是划分在106年 然后我就是 我会先写比较旧的考古 这样 然后 二刷的状态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准备好一张 你就写考古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哦 其实自己已经开始 有抓到重点了 就是蛮会的咯 那三刷的话就是 在你写完 笔记之后 大概是生三十几天吧 然后 你就一直狂看自己的笔记 把它背起来 或者是 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你有可能没写笔记 那反正就是你一直背 然后我这边就是 试图拉大那个 范围 我这样子才可以比较确认 因为我自己是真的有记住 不是短期记忆 这样 然后写一下 就写一下比较新的考古 然后去定证 就仔细定证 要去看阿摩 然后 如果你还有余力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 就是继续写笔记 就是写一些 你原本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 你在写 你就可以 就是变得更厉害 这样 那最后就是 倒数三十天内 那可能 这就是 这三十天内 很快速的可以 大概刷 再刷个两次 然后 一样就是 范围就是你读的全部的范围 然后就是一直狂看狂背 然后 然后 嗯 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 你写过 考古题的 部分 就至少错题 一定要再看一遍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的话 是一定都差不多 很多都忘了啦 这样 然后 哦 然后就是最后 就我发现最后 最近几年的 出题 考点趋势 真的是有转变 就是感觉出来 然后 然后 因为那些国考书 可能都有一些年份 而且他们去改 也都是 照学样解之前 流传下来的改 所以他们可能 考点已经跟现在的 国考的考点 有一点点差异 但是大家就是不用紧张 你觉得 你有抓到一些新的重点 再回去背 然后 嗯 但我觉得就是 一样就是 你这两本书 你把它背很熟了 之后 就算考点有点编 你就少 上十个 大概一两题也没什么 所以真的不用紧张 哦 然后这个 这张很废啊 就是 再讲一些 记忆的方法 然后学历面说什么 口诀 可以啊 你也可以用联想的 然后照片的话就是 你看到那个图片 你就会想到 那个病的 所有的 至少看得到的特征啊 或细节 或里面会有什么 奇奇怪怪的细胞 有的没的 什么的 你就会想到 然后 书本位置法 就是我 我写笔记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哦 我这个病好像在我某一页的左上角 然后我就对他有影响 然后通则就是 像是那个 唾异线那边就会有通则 一些耗发位置的通则 大家可以用这个来判断 哦 然后就是 最重要就是 你自己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大家就是 自己想 哦 然后最后就是一些 我觉得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首先就是刚刚讲过 我觉得不要中途换书 或者是 觉得一本不够去背两本 因为你 应该大部分人都没那么厉害啊 然后 第二个是 要分清楚各张的架构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 我这个图片就是 一个范例 就是某一张 应该是上皮那一张 然后他就有写说 嗯 他的病因跟HPV有关的啊 或者是跟光照有关的 跟黑色素有关 那就是大家不要 读一读之后 对那个病里面的一些细节很熟 可是却忘记他的一些分类 因为我觉得这个分类真的超重要 所以就是大家要背清楚架构 而且你有架构之后 你再去读的话 其实可以 很有注意这样 然后 第三点就是 背同一种病的不同别的名 对 这个我自己有一点 疏忽 所以我后面就是常 就是题目看到一个 觉得很陌生的东西 但其实根本就是 其中 就是一个病的 另外一个名字而已 然后最后就是 要去参考阿摩 去 检讨 然后把 因为阿摩有些人的 想解 就是他们整理的 真的超厉害 所以就是可以 把它加回自己的笔记这样 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蔡芸汐的分享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 好 看起来都没有 没关系我们有问题都可以 私下再联络 再来的话 口并就是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请 谢旭槐来分享 因为这个真的是 非常大的科目 那就是看一下 大家不同的做法 好 大家好我是谢旭槐 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口腔病理学 也就是牙语学二的第一个科目 然后口并的话 刚有提到说 口并总共是28体 那我自己是觉得 你如果口并这个科目 你能够拿到14体 基本上就可以算过关了 这个科目就可以算过关了 然后其他就靠 其他科目来布 对 那 通常能拿到六成七成以上 就已经很厉害了 你要拿到八成以上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 我的原则就是 把握基本分啊 那一种太困难的 就不要去理他 比如说什么 考什么基因的 或者是 那个国考树 你从来没看过的 如果 出现在考古题的话 你就放掉吧 然后第三个是 考古题一定要做手 因为有时候 还是会有一两题 类似的 像我们那一年就有考 那个 六个 六个 那个 Herry Lukoplexia 对 Oro Herry Lukoplexia 对 然后跟 什么很像 然后以前就有出过 然后这是我的书单 我总共是看了 基本上就是三本而已 那第四个是我 考前才有速刷的 那第一个是中三亚国考书 刚刚芸汐也有提到 那他的 他的内容就是 他用比较叙述的方式去 讲解 口病整个 病的那个原理 那我觉得他有点像故事书 如果你对口病 这个 这个科目没有很了解的话 就是你没有 很认真上课 然后你也没有去翻原文书的情况下 那你如果去读中三亚 会比较好理解 那如果 第二本的话是 中国牙的国考书 他的内容我觉得很杂 很像字典 就是他很像是把 往年来的考点 然后放进去 但是他的表格整理得很好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 我读书的时候 我是大部分东中三亚 我中三亚就是 整个都看过去 那中国牙我基本上就是看他的 標红字的 或者是標黑字 黑底 出字的那种 然后或者是他的表格 因为他的表格就是 整理得蛮好的 然后也是有考点在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是 分章节的国考题 这个一定要写啊 就是从九十几年到 近年来都要写 那第四个是我特别 在去看的 就是我在考前 看这个国考口评种整理 那他有点像是 某一个人自己写的笔记 然后就是条列考点这样 那我自己就是 我在看这份笔记的时候 我就回想 诶我在中三亚中国啊 那个 看到的图片啊 然后我能不能联想出来 对所以他就算是 一个复习的概念 那第五个我觉得 你如果想考榜一的 你再念 就是Lmarch的小蓝书 因为他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他几乎就是把原文书 这样翻过来 然后但是他又 他又说因为版权问题 所以图片不能放 所以你又要自己去那个 你又要自己去 原文书里面看图片 所以就有点麻烦 但是他给的那个速刷背板 还蛮漂亮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先有余力可以去看 那这就是 这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几本的书单 然后左边这个就是中三亚嘛 然后中间这是中国亚 然后旁边这就是 我刚刚说很像笔记的 口病国考种整理 然后最后边就是 分上结果考题 那对于我来讲 我差不多是 从学期三下的时候 就开始念口病 也不算是 也不算是 一直都有在念 但是我就是跟着 国州的那个进度走 就他上完什么 然后我就 差不多看什么 但是这个时 这个时段 其实你没有办法把 口病念得很精熟 你就是多少那些 你就是用国考书 然后搭配国州上课 然后你就多少听 至少知道那个病 到底在哪一个单元 你不要到考前了 你还不知道 那个病在哪一个单元 这样也会很难选 对 然后就是你在这个时间 先可以不用记很细节的东西 你先记得说哪一个病 就是分类 刚刚也有提到说 就是那个分类很重要 你看到那个病 你要知道他是在哪一个单元 对 然后第三个是 记得要去买阿摩 课金很重要 他那个详解真的是太棒了 对 他里面有些人 他们自己整理的表格 或者是他们去从原文书里面找的照片 然后你都可以自己把它加入到你的原文书里面 不是原文书 你的国考书里面 然后以便你之后在复习的时候做使用 那这就是 左边这个是章节分布 我有画红线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单元 然后这个是从中山牙它的分类 它的目录 中山牙的目录很特别的是 它是依照出题的比率 也就是那个作者觉得比较重要的单元来分的 所以它前面章节就是比较重要 那假设说 你现在已经快没时间 你口病没念几章 那你就是先念前面这几章 到第八章 然后后面就是出题率比较少的 那我十二章画起来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算是比较简单 就是它有点像是 你学那个细菌病毒 然后会跟口微有点关联 所以我觉得可以搭配一起记 假设你如果念不完全部口病的情况下 你十二章还是可以看 那右边的话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笔记 我把它 像这个地方是中山牙的部分 然后绿色的这个框 是 那个阿摩响姐里面有人写的 那基本上我就是像这样子 把它整理起来 你看我自己 我自己写的字就只有这个7 这个表面光滑 所以我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整理笔记 就是可以去揭入各大的那个资源 然后把它贴进去你的国考书 然后像左边这张图就是我从网路上找下来的 对 然后 那你要怎么准备口病呢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到你很理解这个病 比如说像 嗯 口病就很爱考这个什么 塞状排列 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塞状排列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就知道ADCC 跟这个make yourself casinoma 就是会有塞状排列 对 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关键字配对啦 如果你真的没有打算把口病读得很好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最后再充斥阶段就是 大概是考完期末考之后 我会再进行第二刷 然后从中山牙的国考书开始念 就一样是从他觉得重点的章节开始读 那第二个我这个时候 一样会持续的去整理表格 然后还有从阿摩里面去找一些资源 然后把它贴到我的国考书 然后还有参考中国亚的表格 还有它的整理 那第三个是大家很想知道的就是口诀 其实国考书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口诀 然后阿姆也会有一些人 自己想一些很烂的口诀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可以去看看 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想 然后但是你在这些做完之后 你一定要去写分章节的国考题 然后才能验收你的成果 那这个就是我从阿摩上面揭露的一张图 大家看这个 这应该是odontogenic 6的耗发位置 那大家看这张 应该跟我一样 第一次就想说 靠这什么东西 我这个要全部记起来 我怎么可能 对吧 一天不肯记起来 那你就多看个十次嘛 你就每天都看个五分钟 到最后你就把这张倒背如流 那这种东西就是 口评这种东西就是 它范围太多了 然后你又要背很多东西 才能得到那一分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提早开始念 然后就赶快多背一些东西 不要在考前的时候才念 如果考前的时候才念的话 常常会来不及 因为这种东西 像这种表格 你如果一天记起来 你隔天就忘记了 然后像左边这就是中国牙的整理 然后像天泡窗 还有泪天泡窗 这就是很常考的东西 像我们那一年也有考个两题吧 我记得 然后你就是要记得这些什么 哪些是正哪些是负 然后抗题哪些要检测哪些不用 我到最后就是直接把这张表格 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对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程度 那你就是要一直多念一直多念 不用奢求说你一天就要把它记起来 你可以画好多天就把它记起来 那像右边这个就是 那个国考诗里面的烂口诀 就是这个Burkitt's Lymphoma 然后它好发在那个 非洲小南海 然后它的组织学切片有那个星空 Stary 然后它好发在上额 所以就会有这种 比较色情的口诀 非洲小南海看星空 所以就是你可以去参考国考书 或者是阿摩详解 对就这种烂口诀 好那下一个部分是 我觉得在你考前很重要的部分 是像这个 就是你必须要去连结所有的病 比如说像这个Oromelonic macula 就是口内黑斑的部分 你除了看这个下面的黑字以外 就是它表格说明以外 那你一定要去看这种相关的Syndrome 就是你必须要去比较说 这些Syndrome到底哪里类似 然后它们有没有关联 你看 所以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病 然后你要马上联想到 比如说Putus Drager Syndrome 它有什么样子的症状 你要联想到那个图 或者是那个叙述 然后或者是这个 比如说接下来 跟它类似的Syndrome 又有这个 跟它相关的Syndrome 又有这个Maconobrile Syndrome 然后比如说 它就有咖啡牛奶斑 那你就要想到 咖啡牛奶斑不是有分免因跟加州吗 所以你又要再把它分类 你就要 就是你要一直重复这样子的步骤 你才能加深你的印象 然后像这个 比如说Neurofibromatosis Type 1 有Type 1就有Type 2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又要 开始去回忆说 你那个Type 1跟Type 2差在哪里 那如果你想不起来 就要赶快去翻过考书 对 那这是我的读书计划 基本上我就是差不多三四刷 那第一刷的话就是 跟着口并的课程 这样选序渐进慢慢念 然后我念完一个章节 就会写那个章节的考古 那基本上我会先写那个 97到103年的 然后再加按摩详解 然后把那些表格什么详解贴上去 那应该会有人想说 欸那这个时候不是要考 口并的其中 其中考跟其末考吗 那不是要考考古题 不是要考古考题吗 对我那时候就直接把那些 什么近年来的 我全部直接用记的 我直接把它背起来 就是我先 不要去影响到我后面念 所以我就直接先背起来 然后我想说 就那个部分 我先不要理解 我到后面再写的时候 我再去理解这样 那第二刷的时候 我就是在 大概期末考考完 大概剩下60天的时候 去进行二刷 那一样这个时候 我一样是 写 念完一个章节 然后就写 一章的考古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写104到109年 我就是留了大概 110年到112 这样差不多五回 然后想说在 孤考前再写 那这个时候 一样年也要进行 阿摩详解 还有国考书的翻阅 然后去做重点整理 那在第三刷的时候 就差不多是 一个月到三个礼拜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差不多 你大概对于 口评就一定的了解程度了 那你就是 播一些时间 每天播一些时间 不用很久 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 然后去复习写过的考古 然后大概考前的时候 再开始刷近年的题目 注意这个时候 不要分科 就是你不要 看完这个章节 你就去写这个章节题目 为什么呢 因为你常常会在写 分科章节考古的时候 你会 比如说你现在在写 soft tissue的部分的时候 你就很下意识的 你就会选soft tissue的答案 阿但是它其实选项 它就有四种 ABCD 它可能四个都是不同单元的 所以你当然就会写对 所以你如果在最后的话 你一定要强迫自己 在不分科的情况下 就是你全部练完 然后再去写一份 这样你才能知道 你到底哪里是会 哪里是不会 然后当然记得 写完之后 记得要订阵 然后去翻国考书 还有自己的笔记 然后最后 提醒大家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国考书为主 然后那些图表跟整理就是 你后来要慢慢整理出来 看是要自己整理 还是拿别人的都可以 然后口并 第二个是口并是累积来的 因为我自己的话 像我自己记忆力比较没那么好 所以我如果一次把它全部念完 我大概下一个礼拜我全部忘光 所以我就觉得 你可以每天慢慢念 每天念一些 因为口并其实 它是提数很多没错 但是它很难拿分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大家只要拿基本的分数就好了 那第三个是基因的部分 我自己是觉得 真的是有点难啊 我是直接送它 像今天好像有考一题 那那个我真的是完全不会 就直接送它 我觉得还是会过 好 我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 好 我们谢谢谢旭淮 那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要问的 好 那我们就接下一个 好 我们口并终于结束了 那接下来就剩下三个单元 那 再来就是 嗯 会经历到我们这个二年级 跟市主任 这个有共同的这些 分享 雅彩的历程 那接下来就是 你会 进入到一个阶段 就是我要读这个国考书 要怎么读 那我们就请这个 黄崇佑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 那我今天要讲牙彩 那 我可能跟前面大家读的 比较不一样 大家有些人可能三刷四刷 我自己可能二刷 刷完就差不多了 就是 没时间没时间 好 那这是我自己国考的配置 就是反正 160题大家凑满96题就好 不用多 96题就会过了 那 我自己开始 红字是我一开始配置的数字 那 为什么生化口围跟牙彩 我都只放五题 就是因为这三颗完全没看 所以我就想说 用拆的应该可以拆对五题吧 反正全部拆 这三颗加起来拆对15题 应该没有大问题 那 口解跟 就是这三口 就是 口解牙型跟口胚 这三个 我就想说 三个基属科 那一颗错四题就好 但后来发现 其实口解的题目 越来越新 就是它有时候会变 有些图片真的没看过 那口胚也会一些怪题目 那我自己会再把笔中往下调 那牙彩开始我配13题 我觉得牙彩其实蛮好拿的 就是它的题目差不多 所以可以往上调一点 那口围跟牙彩其实蛮好拆的 所以可以多拆一点 就是完全没有念的话 也可以拆到 拆到蛮多的 好那 口并我差不多是从105天开始 就是我差不多是准备100天 这个应该是4月的时候吧 嗯对这4月的时候 我差不多在4月的 9号这一周 我口并就已经读到13章 就是包含分章考古 写到13章 所以就是你们现在三下的时候 可能国周或是 应该说你们口并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没在听了啦 就是我都是自己看自己的 我可能有时候连到课都没到课 那大家可以到课一下也没关系 就大家可以读自己的 然后写自己的分章考古 那我差不多在这周的时候 我已经写到第13章 那下一周我就可以看口解 我这边有放一些自己的进度 然后牙彩这边我读了蛮多周 是因为那时候要考药理学 就是一些进度的部分 当时药理我还不肯放弃 我就开始念了一下 那期末考就放弃了 然后这边到时候是我的 读书时间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那这边要讲一下就是 我没有什么留题目 我蛮早在7月的时候就先把 111-1跟111-2就是刷完 所以 呃然后在 112-1就是我只留三回 整张的可以写 就你们刷分章考古的时候 会建议留一些题目不要写 那我只留三回 然后第三回的时候 这边写完就发现 诶我后面没有题目可以练习了 然后就很慌 因为那时候写出来最高分 差不多133分 然后又据说 7-8那一件很简单 所以写1 就写133的时候我还蛮慌的 但是不要慌 对 去拜拜 然后我自己在读 可能就是先把 中国牙看完 我全部都看中国牙 中国牙看完 然后去写分章 然后有任何 有任何不懂的东西 或是找到的好资料 或是好口诀 全部都补充在分章考考上 那我复习的时候 可能就只看 就是以题目为复习 那如果那一整个章节题目都很不熟 我就再回去翻中国牙而已 然后牙材三宝就一样子三个 就是中国牙分章考古跟 那个阿摩祥姐 阿祥姐我建议大家一起买比较便宜 好 那牙材的地方 会有一些 蛮类似的材料 像一些什么Dental Base 或是一些补牙素质 它们基本上都是素质 那它会出现在很多章节 那性质基本上相同 你们就一起看一看就OK 像什么大 它有些大分子小分子 不管在什么章节 那些大分子小分子 其实都差不多 然后聚合的方式 也其实也都差不多 就是热聚合 或是化学聚合 都差不多 所以这些差不多东西 就把它记一记 那ZoE这东西 会出现在不同章节 那它的功用不一样 要知道 为什么它的功用是这样子 那出现在不同章节 代表是什么意义 才不会有时候 看一看 ZoE又出现了 然后自己搞混了 然后读包 读包埋彩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石膏包埋彩 可以去介绍一下石膏的 可以去看一下石膏的性质 再去读包埋彩 可能会觉得比较轻松 对 那差不多这样子 嗯 然后大家在读书的时候 可以互相分享口诀 那我自己就有一些 比较烂的口诀 我就分享一个 没有这么烂的 就是面心地方 可能就是有 金巴伯彤涅菇 这几个金属 它是面心地方堆积 那我那时候就进 金巴伯彤涅菇 要面对它的心脏 就是大家可以想想 很破口诀 你们就把它记起来了 然后口诀 跟常考观念 我都会写在分张考古上 因为我没事 不会去翻中国亚 中国亚 我读完一次之后 就开始看考古了 所以 嗯 我自己复习一天可能 读四到五个小时 我不喜欢读太久的时间 就是会心情很差 对 所以我觉得是 以刷考古为主 考古流派的 然后这边是 会有截录一些 阿摩的重点 就是要 只是要 告诉大家 你们有在阿摩找到好的东西 就把它补充在考古上 它非常好用 就 差不多这样子 没了 牙才就是 真的是中国亚狂念 就会过了 好 我们谢谢黄重有 那 有没有人有问题 有需要的话 可以再试一下 找学长姐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牙才也是 也是蛮大科的 所以我们还有 另外一位同学要来分享 欢迎我们的赖俊敏 点哪一个 好 好啊 好啊 那这个 讲的也是牙才 那我其实觉得刚 黄重有讲的 跟我的应该就差不多 我们两个 准备的方向蛮近的 那 这是我自己的 那个考试的 那个成绩 然后 我牙医学二呢 像是 就是 口病啊 其实也错了大概一半 就是念老半天 可是还是错了一半 这样子 然后后面这个 口围 什么 牙药 这些也是错 甚至超过一半的成分 但是我牙才的部分呢 它就帮我的牙医学二 就是 争取到不少分数 就是 让我牙医学二 成绩至少不会太烂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牙才算是 牙医学二里面就是 拿分的一个关键 就是 它相对你花多少时间 它回报也会比较有一个 有一个比例在 不像 口病可能真的是 有点要通灵的感觉 然后我自己也只读了 中国牙国考书 然后 搭配这个分章考古 好 那时候 二下牙才也是 主任上课 我也好像只有开学的时候 有去过几堂而已 然后后面 几乎也没有再去过 然后 考期中期末之前 就是前一两天 晚上备考古 就去考了 所以 我基本上牙才在准备之前 就是一张白纸 我什么都不会 但我还是就是 堵中国牙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觉得 牙才的话 历届考古题就蛮重要的 然后 我自己 就是 就是把 那个中国牙看完之后呢 搭配那个 分章考古 然后我在考前的时候呢 就是 疯狂刷这个阿摩 然后 我会把 就是阿摩下面的详解的 就是 就是很多人留言的 我都把每个留言都看过 然后就是 目标就是把 那一题的ABC ABC株选项的 每个考点全部都读进去 就是对我来说 用题目来复习这个 这个科目 我觉得蛮有效率的 就是你只要那一题 ABC株选项 你全部都知道 它也可以延伸到什么范围 我觉得 牙材很大部分就被你cover到了 对 然后 我觉得三下的 那个 OD其实还蛮有用的 就是学一些什么 数值 什么bunding 那些 其实牙材都 也这些也会考 对 所以我觉得 OD 那个 蛮有用的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呢 因为 我不太喜欢就是 用 iPad念书 我想要就是有那种 就是 画影光笔啊 写字的那种感觉 就像以前 高中念书的时候 所以我就 把我 六颗 除了那个 深画跟口 我六颗全部都印出来 然后 全部都印彩色的 因为 我觉得像口姐那些 一定要彩色的 就近动脉才分的出来 然后所以总共就花了五六千块 再印这些书 然后再加上报名费两千 就知道这是一个 一大笔钱 然后就想说 诶 诶 课下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就感觉一定要过啊 都花这么多钱 就一定要过啦 对啊 原本可能想说 反正半年之后再考一次就好 但是 一课下去就发现 不行 这次就要过 一次就要过 对 那我自己的时间安排 就我大概是 那时候 其中考后 我自己是清明节 放完那四天 联假过后 就差不多开始看 然后呢 从倒数一百天到五十天左右呢 我就会把 就是 六颗就是 除了压 除了那个 深化跟口味 剩下六颗呢 我会在这五十天内 呃 达到一刷这样子 那 因为 一开始可能读书 要慢慢进入状况 所以我那时候大概一天 读 两到三小时吧 就是这个五十天内 一天读 两到三小时 然后 目标就是把这六颗呢 读过一遍 这样子 然后 大概到五十天的时候呢 我 这六本 我会拿来读第二遍 那这一次呢 我只要读完一个章节 我就会 马上去写 那个分章节考古 来 测试自己 有没有 真的读懂 然后 这时候 差不多就要买阿摩了 就是 你写完分章考古 对完答案呢 你就 就 刚好搭配这个阿摩的详解 然后 顺便看这个详解 然后把它订阵在你的分章节考古上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效率蛮高的 然后 最后 倒数十天左右呢 我 会写 最近两年 就我前面这些我都不会写到最近两年 我会 倒数十天的时候 然后 写这些来练习 然后也是 会尽量多用阿摩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阿摩这个东西就是 多考必买 那 我自己是 考前的时候 有时候会 比较心反意乱 我就会去拜拜 我都去这个 双连站附近的这个文昌公 然后 然后旁边 你如果去的话 旁边 他早上有一间润饼还不错 这个可以吃一下 然后 你如果喜欢吃那个 冰淇淋 或是 绝拉头那种 这边又有一间 这个 这个 6月30 这个也不错 对 这两间是不错的吃 那 之所以觉得拜拜有用 是因为我 我考前那时候写 近两年考古说 有一次好像写出 115分这种分数吧 就是不及格 然后我想说 完了完了 我应该要做一些事情来弥补 然后想说 那就去拜拜好了 然后我就去拜了 对 就花个半天的时间 然后顺便去休息 放松一下这样子 对 就这样子 不过以上方法 就是比较适用于 就是 像我 大概分数就是 大概130出头那边 就比较想要那种 低空飞过的人 可以参考 如果要再高分 可能就不太适合 对 大概是这样 好 好我们谢谢赖俊敏 那有没有人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就是剩最后两颗 那这两颗都是算比较小的 但是这两颗的话 因为我们学校完全没有教嘛 之前可能还有 可能五年前十年前还有 但现在因为我们牙科部可能 这个大家比较懒惰一点 所以就没有这个 这个专门的教学 对 所以这两颗呢 基本上就是 大家 就是一个完全都没有读过的心态 那我们就看看 学长姐们是怎么准备的 那首先我们先介绍 口微的部分 那我们欢迎康廷雅 大家好我现在要介绍的科目是口微 那口微听到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陌生 但它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准备的科目 那口微它是在我们国考的第二节 然后它有十二体 然后就跟我刚刚讲一样 它就是一个很好拿分的科目 因为它都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一直重复去考 那我们口微的考东西 大概可以分成六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免疫 也是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的准备就是 我会去读山上维免的免疫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里面 比较重要的章节是先后天免疫 还有一些补体系统 然后过敏反应 还有发炎的细胞激素 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国考大概有 口微大概有一半都是在讲免疫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以认真的读它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细菌 然后细菌的话 主要就是在考一些结构 还有那个格兰式阳性音讯的比较 还有一些内外毒素啊 葡萄球菌 练球菌 牙科相关的细菌等等 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读一下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 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科目 就是口腔维生物学 因为毕竟它是跟我们牙科 比较有关的 那里面其中我觉得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脱衣中的抗菌物质 还有一些疾病和它们的致病菌是什么 这个要记守 然后剩下四五六那些部分 就是病毒 霉菌还有其他部分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时间 就可以放弃它 然后病毒和霉菌的地方 就是像刚刚徐淮有讲到 就是它跟口病是有一些重复的 然后在口微的国考书中 是内容比较少 如果你就是 你不知道后面很闲 有心力的话 可以去翻译一下 我们山上学的威冕 然后第一个部分 其他就是有消毒面菌 这个就是牙药会有提到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很奇怪的题目 像是117年就有问说 你在洗手的时候 哪一只手指是最难清洁到的 像这种很怪的题目你就猜吧 就是不然就去拜拜 好 那接下来讲 口微的推荐书单 历年来 学养姐都会推荐一个 小赖哥的录音档 搭配中里同的复习讲义 可是我之前自己听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 呃 他的年代已经太久了 就是考点差很多 就是他可能小赖哥会说 哦 这个地方不重要 不会考 然后记者来的考古译都考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他可以用来就是 建立简单的概念 就是让你知道口微在读些什么 但是我觉得用来猜口点是一个 嗯 不太准确 然后我自己个人主要的是看的是 中国牙的口微国考书 然后我如果是在其他地方 像是做考古啊 或是在小赖哥那边 听到什么东西的话 我就会把那些补充的东西 都补充到中国牙这一本书 最后考前就只看这一本 然后第三个准备的东西就是 山上的围棉笔记 但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心理 再去准备就好 就是 因为我就是在读中国牙 所以我会想说 以前好像有看过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会想去翻一下 我以前是在什么地方看到 然后就可以唤醒你沉睡的记忆 让你在看中牙的时候 不会觉得 哦 这个东西到底在哪里 然后我觉得 就是超级推荐要读明明的那个单元 然后其他的单元就是 看自己有没有时间 然后我觉得口微有一个超级重要 就是我觉得他甚至可能比 读国考书还重要就是刷考古 然后考古我自己用的是 就是中山牙的分账考古 还有阿摩详解 结果是这两个分配的多 因为我觉得口微的 就是口微的考点很多 然后参考用书也很多 但是其实考的东西就是那些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把 考古的重点都抓出来 然后把他可能会考的东西 衍生出去来准备 然后阿摩就跟前面学长姐 就讲到的一样 就是详解卡一定要买 然后把每一题的详解都读过 然后我觉得口微的地方就是 但是他的每一题考题都会有很多人 在下面补充那些考点阿 或者是 或是补充一些类似的考题 所以我觉得对于复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历年来就是学长姐他们的推荐都是 通常会推荐说先一刷国考书 然后再去分章节写98年到103年 也就是比较前阶段的考古 之后再去二刷国考古 这时候细读 然后再去读一些近年的考 最后留两年的就是两年或两回当做模拟考 但我自己是就是我自己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读口微 所以我那时候是先准备三口和牙才一些比较大科 然后直到六月的时候才开始准备小科目也就是口微 然后我自己分配的时间是在两天内把所有的口微都读完 那我自己的读书是先从考古看考点 就是我是从近年来一直刷到一百年左右 就把所有的考古全部都看完 然后全部写完 然后之后才去刷国考书 然后等刷完国考书之后 就开始再慢慢的分章节 再来刷考古 然后就是每天都写个一两回 然后要好好定证 然后把同样的类似的东西都整理在一起 然后最后就可以看自己整理的笔记 和那个中国牙的国考书 然后你读其他科目读到很凡 所以可以来翻一下口微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调剂身形 很适合 然后最后就是口微 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好准备 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这个科目 然后祝大家国考顺利 好 我们谢谢康婷雅 那有没有人有问题 好 那我们就进到最后一个 那这个就是名字里面有三口 又五个口的 又五个口的 这个是周品妍 那 好 他要来介绍我们的牙医 就是现在大家在学这些药理学 只不过是专注在口腔的部分 没有墙 好高 我没有墙 哇 这么多自信 我能用 好 这是我找的很漂亮的模板 好 分享一下牙药 读牙药的心得 然后牙药就是牙一二的 就是最后一颗 就是它其实只有十五题这样子 然后呢下面是这个书单的部分 十六题 哈哈 他按错了 数学不好啦 哈哈 有什么关系 哈哈 我又不是数学系了 好 然后呢 就是书单就是这些 然后我自己用的是这一本药诀 我最常看这一本 然后 因为我的笔记是直接坐在药诀上的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看这一本 就还蛮够的 然后呢 这神秘题库就是 听说好像是有啦 但是 就是好像它就是国考题 本题 不过我是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但是学说有 就大家找找看在哪里 我不知道 哈哈 哈哈 然后呢 就是要注意的是 就是这一本书里面 没有这个 就是这个消毒灭菌 跟腐化物的地方比较少 呃 所以呢 就是它会有另外一本书 是这个 诶 我不是读卑衣的 好 我好像也做错了 因为这边是我直接 就是复制学姐的那个书单 这样子 好 反正就是这两个单元 好等一下会再提到 然后反正我就是 就是看了一下 就是 前两次的考题 然后我就觉得 越考越难 好 再来 就是我自己的读法 就是 我们先 你们现在不是在上药理吗 就是 上药理学的时候 就认真做笔记 这样子 然后呢 嗯 然后再来是 对 嗯 我是直接做在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国考药局上 然后我很喜欢那本书 那本书就是 它目录你点下去之后 就可以直接跳转到 那个单元 我觉得超方便 好 然后再来是 我就是读完三口之后 才开始念这些小课 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子 可是我大概是 就是蛮后面才开始念的 所以我这些 就是除了三口以外的课 我都大概只有一刷 所以我建议你们 可以早一点开始念 也比较不会那么可怕 然后呢 这边是常考的单元 就是第一个最常考的 就是这个抗生素的地方 然后这边真的是 老师上课的时候 就是要认真听 因为几乎就是真的很多题 都会就是出这个 然后就是它的什么 就是跟其他药物交互作用啊 或什么什么的 基转啊 都要就是记得蛮清楚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止痛药的部分 嗯 然后就是 反正就是这一些啦 我猜你们应该学过这个 然后 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好 然后再来是 这个癌症药 我发现就是最近每年都会考 一题吧 就是 就是 它几乎都会考 超过一题这样子 然后还有这个 基本药理学概念 大概就是 每年都会有一两 每一次啊 大概都会有一两题 然后还有这个 消毒灭菌的部分 那就是 它就是在那本药诀里面 呃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提到 还是提到的比较少 然后那 那就是在看那个 呃 其他国考书里面 会有一些整理 然后呢 这个是 就是 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做的事情 就是 在你们上药理学的时候 好好认识做一下笔记 然后呢 等你们开始念国考的时候 就可以 复习之前写的笔记 尤其是刚提过的 前面这些 重要的单元 对 然后再来是 开始看这个 国考书 就是除了 诶就是刚讲那本 国考药诀 然后我是看中国牙的 国考书 然后就是 我只有看这个部分 就是 消毒灭菌跟腐化物的部分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 表格整理 对 然后我是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记得要念这两个 因为国考也会考 然后再来是 就是你读完一次 读完一个科 诶 读完一个章节 然后我就会直接去写分章考古 然后就是 好好定证 边做边记 然后如果不会的 没有看过就赶快记起来 啊如果真的 就是 我这一次有看到一些 真的很难的题目 那我觉得就送它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多了 就是 就是它如果真的要考 你看没有看过的要 一定是考得出来 所以你就是好好把握 可以把握的地方 这样就好 好 然后这边是那个 刚讲那本国考要绝的 就是它的章节 这样子 然后呢 如果打大勾勾的 就章节就是 比较重要 比较常考的章节 可以先念 啊小勾勾的就是 在这边念完再来念 这样子 然后 不过就是 我觉得最近几年考的地方 也跟平常不一 就是跟以前也有一点变化 不过我觉得 就是刚讲那几个章节 就是还是把它把握住 基本上应该就没有问题 因为也才只有16题而已 对 好 好了 好 好 我们谢谢周品妍 那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对 等一下有刺激的要来了 好 刺激的 好 我拍一个给你 不用啦不用 对 韩考的分享 那你可以分享今年难不难 好 加油 对对对 那个就是 就是我真的太烂了 应该没有人会那个 第一次没考过 还在那边分享啦 那我还是讲一下 就怕你们真的有人 有事情 然后没有考过嘛 对不对 就是 第一次就是我太完准备 所以就 我觉得大家可以早一点 除非大家都可以 所以一整天坐在那边 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四个小时都在读书 我自己就是可能读半小时就开始滑手机那种 所以 所以我读了一个多月 然后 对 一个多月 然后后来就差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 可以的话就两三个月 钱就开始准备 然后后来韩考就是 我自己是放掉三颗瓣 放掉牙药 口围 可以 深化 然后 放掉至少一半的口柄 对 就是你口柄就选 我自己想 我自己想 那三口先拿到 然后牙柴也拿到 那不是那三口 口姐 口胚 然后 牙柴 还有什么 哦对牙型 这几个要拿到 然后 口柄就是 它其实会有几个章节 你看那个提数多的那个章节 就是 那个提数 出了提数多 但它其实很难 所以其实你可以选中间的 就是它比较好背 可是它题目也没有那么多 就是你就把那些大概 四五个章节全部都背起来 那些那种很难的 什么SIST那些的 就是它很多 但也考很多题 就看你在 你自己选择要不要赌啦 我自己是有些都放掉 对 然后 后来就是 就是 准备 其实你只要 那个如果你们不想 不想要准备太久的话 就 第一次随便读嘛 然后第二次 也读大概 三四个礼拜 大概就可以过了 就这样子 看有没有大家没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 对 对 第二次 第二次是要那个哦 第二次是要跟那个 就是跟 课程一起 就是你白天要上课 然后晚上自己回去读书 这样子 就比较惨一点 有有有 那时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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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上课 对 考过就不用去上课 对 考过就不用去上课 有些课还是要到嘛 哦 还有做实验啦 对 那时候一直做实验 好 应该没有人有问题 就这样 好 我们还有一位 要准备来讲 对对对 这个大家熟悉的同学 好 那我要补充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是跟 柏华的情况一样 就是 诶 平常要读 像亚洲啊 做实验Perry什么的 然后就是 可能都是 晚上可能八九点开始读书 那 我其实十月多 就 有在慢慢开始读一些 把口解啊 口配拿回来 就是去读 然后 也是有一半在读 一半没在读 那最后应该是 差不多是考完 第一学学期末考 才开始慢慢认真 把它捡回来 那那时候一天大概就花 五到六个小时 这样子之后 到 一月二十八考嘛 然后期末考是 差不多三十天吧 三十天左右 然后花五六个小时 把它捡回来 那我自己是觉得 口解今年比较难 然后 然后 微免 牙药 那些是我应该今年 考得比较好的 然后 口病我觉得是多刷考过 这样子 我自己 然后我觉得是到最后几天 就是 就读书没有什么动力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过 就是我自己是 因为大家可能有大家听说嘛 我是一百二十分过 当下我看到 那个 他因为你做完 他会给你那个分数嘛 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 我当下在那边算了三次 杨吉隆在旁边看我算了三次 然后刚好一百二十分过 这样子 对所以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次我过 真的是满惊险的 所以我觉得 在最后几天 就是 就不要放弃 然后就是 相信自己会过 然后就是慢慢继续把它 趁最后的时间 把它继续把它努力评过 这样子 相信就会过 对 这是我自己的心得 Gotta believe 我补充一下 就是 我自己觉得 口姐越来越偏了 就是 因为 因为这边就是我们两个考过两次吧 我们就觉得口姐越来越 好你也考过 口姐就是他 你去写以前 大概 两三年前都还很正常 就是他其实也蛮考古取向 就是会考比较大的东西 可是就这一次和上一次 他就开始考一些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可能 跟以前学长讲 学长姐讲的 比起来口姐CP值有点 越来越低 所以我后来 重点 很大一个重点放在牙彩 我自己觉得牙彩很多 然后看起来也很 也很难 但其实他其实就是 你有毒就是有分 因为他其实就 有点像高中的物理和化学 就一些材料性质的东西 然后再补充一个 很重要一点就是 真的要去拜拜 就是我当初呢 賴君比叫我去拜拜 我跟他说 会过就是会过 不会过就不会过 然后就不会过 就没过了 然后我这次就去拜拜 我就去搬那间双联的 然后我就过了 就这样子 去拜拜 不要不信邪 然后 诶 那我再讲一下 就是 相信你们最近在群組 有看到那个 口病的那个模拟考 那我觉得 那一个就是 跟口病的 和国考考古是 出的提型蛮像的 所以 不用觉得这次口病的模拟考 出的太难 就是那些都是会 常出的提型 所以你们要把那些搞懂 那之后你们国考 会写得很顺利 因为那就是考古 对 好 那 最后就 应该 还有 还有人有问题吗 好 没有 那就换我结尾 那我也有写过 今年的韩考 然后 就是我觉得说 基本上你没有读书的话 忘最快的就是 口解牙行 就是就是你准备最多 那个通常都是忘最多了 因为那种东西就是 虽然它可以靠累积累下来 可是它有一些细节 就是变成说 你要一直去记 才会记守 那你如果过一段时间 都没有读的话 就一定要再把它捡回来 所以如果 真的不幸要 考到第二次的话 我觉得就是 再把它捡回来 那个过程算蛮重要的 然后 就是希望大家 第一次就可以考过 然后重点科目 就好好准备 那剩下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参考 自己的直数学长解 然后看说 要怎么准备这些科目 然后其他就是79的大家 也都可以互相询问这样子 好 那今天就 谢谢大家来这边 听我们讲 那我之后会把这个 pdf档 就是每个学长姐 分享的东西呢 传给大家 然后 影片我应该会再转成 那个影音档 然后再传给大家这样子 好 那就是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私下问 那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散